其他像补充资源 像还有之前作业上课讲 云端白板好了 比如说云端白板里面有哪一些 那今天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先继续来看 那个单选复选跟下拉清单 这里面的话呢 就是包括总共有三个重要元件 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用到的机会很大 如果你要单选 就是有一个radio button 另外的话还有就是所谓的那个checkbox 多选 复选 还有下拉清单就是spinner 会有三个东西 我讲这个之前我顺便再先讲一下 因为有些同学好像没有加入那个论坛 也找不到论坛 在这边的话 有一个论坛的网址在这里 那我前面有讲过 如果说你们要看到那个完整的上课 之前的东西的话 通通都在教学论坛里面 那有些同学好像还是找不到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 就放在那个云札白板旁边有一个这个连结 那未来的话 你们只要点击这个连结 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上课的内容 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 是Toast加AlanDialog OK 然后影片的话呢就在这里 回去的话 如果你有些相关不太理解的话 可以从这边再重复再看过 OK 这个连结部分的话 应该大部分同学都有加了 那今天的话呢 我们接着继续来看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有关checkbox 跟这个单复选 跟那个下拉清单 那里面等一下请各位 先看一下第一个叫Radio Button 那Radio Button部分的话 其实大概来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 比如说总共1,1,2,3,3个选项 然后呢 假设我今天呢 点击了其中一个之后 我可以在下面呢 显示我点的 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是篮球 是足球 是棒球 大概就简单的一个讯息 那假如说画面 我希望看到类似像这样的话 在那个 我们的Android Studio 该怎么去做这个画面出来 基本上 各位可以看到 我上面一样用linear 就是linear layout 因为比较好布局 但如果你用relative layout 也OK 那上面的话呢 放一个 这个东西是叫那个Test View 底下的话 我把它换下一个 这个比较清楚 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Test View 然后呢 这底下的话呢 是一个叫 特别注意哦 这个Radio Button 它比较特殊的就是说 因为它是单选 单选的话呢 你不能够拖拉三个Radio Button 你必须先拖拉一个叫什么 叫Radio Group Groop Groop意思是说你是一个群组 如果选的话呢 你只能选中一个 你不可能选中两个或三个 不然就变多选了 所以你在使用这个Radio Button之前 你一定要先放一个Radio Group 那这个Radio Group拖拉过来 特别说Radio Group 你们找一下 Radio Group 拖拉过来之后的话 再来就放 一二三 三个那个Radio Button 特别注意哦 因为你放在同一个Groop里面的话 它只能够选其中一个 它不能够重复选 特别注意 这个跟那个Trackbox不一样 Trackbox多选 然后底下的话 你再放一个那个讯息显示 H点了就 点了篮球就是 显示非常简单 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是篮球 如果选了足球 最喜欢的球类运动 是足球这样的讯息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第一个就是有关那个讯息提示 另外程式部分的话 基本上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 这个地方 有同学之前问到 就是那个 现在 它的Radio Group是纵向的 可是你会发现 在旁边这边呢 其实 还有蛮多空间的 这就有同学想说 在Radio Group里面呢 可不可以设定为横向的 不要是纵向的 那怎么做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在Radio Group上面 可以找一下 在那个 前面好像有用到类似的 Linear Layout里面不是有Orientation 那一样哦 在那个Radio Group里面 一样会有Orientation的一个属性 你只要把它改成 那个水平的那一个 那个单字很长 有没有 Holirontal 有没有 那个垂直的话 叫Vertical 有没有 不过这两个单字 我会熟 也是因为 交这个关系啦 其实我以前 对这两个单字 也不是很熟 不过因为 常常在讲这个东西 讲久了 这两个单字 居然我会比 已经慢慢就熟了 那因为上面属性都有啦 以后也不用死背 反正你看到 调整一下就OK了 所以这一个 有关那个 等一下我们要讲的 单选部分 Radio Button 那里面的话呢 程式大概就是 就是里面有几个啦 其实讲到现在 不外乎就是 以后你要设计画面的话 那个基本的规则 我都已经 其实你可以把它做 继承一个 就是把它 变成一个公式化 一宣告物件 第二个连结画面上面 会用到的元件 第三个就是建立 将来会触发 之后的结果的 那个事件 所以你123做完 这个APP就做完了 那也许你在学习APP 尽量还是要掌握 就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能够将来设计 比较不会有错误的APP 你一定要对那个基本的东西 你要掌握得好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就是 一箩筐什么都放进去 大杂烩 最后错在哪里 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还问我 老师到底错在哪里 请问 想说 这感觉好像 实在是考误我的感觉 那当然还好 我的这个基本的 这个素养还够 所以一看就是这样 你的问题 大概出在哪里 对 可是如果说 问题是 你们要学就是 基本的功夫 反正你就尽量 很扎实的 以后说真的 你也不太会发生什么错误 OK 好 那这边的话 大概几个步骤 你就把它分别完成 宣告 因为总共会有三个Radio Button 当然也有人 没有在Radio Button上面做动作 也有可能在Radio Group上面做动作 可不可以 事件呢 你可以从那个Radio Group上面去做 所以这边的话 我是从那个Radio Button 存过三个Radio Button 然后一个Text View 再连接 事件的话呢 会用一个所谓的共用事件 或者你不用共用事件 你用独立事件也可以 那共用事件 各位特别注意 主要因为这三个东西 他们的点击之后 会执行的事情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把它共用出来 那共用的位置在哪里 特别就是你要刮壶 不要看错 它一定是在Extense Activity 的大刮壶 这个是它的大刮壶的里面 所以这个里面是建了一个 所谓的内部类别 内部类别呢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他们都按下那个按钮之后 都会执行 所以就会去判断 到底哪一个被点击 哪一个被点击的话呢 你可以利用那个Radio Button 里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Extrapped 如果被点击的话 那我就在那个讯息上面 有没有 就是说呢 显示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然后并且 程式码在这边 你可以最好是自己拉一下 那环境部分的话 请各位建置起来 大概就是先把 把模拟器打开 然后呢 把这个 我们需要的这个Android Studio 把它开起来 那我想因为今天已经第六周了 以目前Round 起来Android Studio 还算是还蛮顺利的 虽然有同学说 有问到说 老师为什么每次打开 还要再设定一次 其实因为CDA会复原 没办法 这个除非 开会的时候 请班长去帮忙反映一下 看看能不能不要还原 学期末再还原 可不可以 如果可以那当然最好 可是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是每一次使用 就会还原 所以呢 你每次来就会重新再来一次 但是你建专案的时候 记得建到第一碟 就不会还原 或者在随身碟里面 另外第二个 有同学问到就是说 老师那我们之前 在那个Eclipse里面开发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 很快的 把它变成在Android Studio里面 也可以执行 通常你会遇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旧的Eclipse里面的那个什么 SDK的版本 跟我们现在的Android Studio里面的版本 不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呢 汇进来一定不能用 所以怎么办 这个部分呢 等一下稍微做个说明 如果你有旧的啦 你干脆就把 假设你有旧的Eclipse里面 做出来的专案 你也可以直接汇进来 马上可以用 那这样的好处啦 你会发现 Eclipse里面还是有它的优点 用起来 我觉得两边其实可以互补 各有优缺点 所以如果说你哪个部分比较强 你就用哪个部分 最后再把它汇整到Android Studio 再来做开发 虽然也是一个好的策略 所以等一下来讲一下 就是说呢 但你们等一下先建一个新的 我等一下会补充说明 利用什么 这个 Import Project 里面如果说你有Eclipse 假如说你之前有用过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先稍微了解一下 有关那个 单选 复选 再来就是下拉 那最后也许我们可以做个综合练习题 单选加复选加下拉清单 然后 也许将来的话 从网路上捞资料 当然也需要啦 比如说点选哪一个 去捞哪个网路上的资料 放在哪个地方上面 当然这些都是必要的元件 主要就是 你要利用它 帮你显示应该显示的东西 如果要显示的是单笔资料 那当然你用TestView或AdTest 其实OK 如果多笔的话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那个Spinner 或者是ListView 那这些东西基本上 有的时候 但基本元件 比较好理解 可是进阶元件 像那个Spinner跟ListView 可能就 比较不容易一些些 所以这部分的话 各位要稍微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顺便补充一下 就是 如何从那个Eclipse里面 汇入 专案到 Android Studio 好了 好